帮政策辩护? 总统要绿伟多上政论节目? 图TVBS 总统蔡英文跟高平选区的党内立委参序,希望他们多上政论节目帮政策辩护。 有立委表示,南北奔波时间有限,再加上还有选区事务要处理比较难抽身。 也有立委觉得自己对住镜头不太会讲话,只是总统喊出13个执政县市要连任,自家立委也只能硬住头皮上战场。 政论节目来宾唇枪舌战,总统蔡英文跟高平立委参序,希望他们多上节目帮政策辩护。 立委,您,徐志杰,有时候其实我们做很多事,人民不见得感受得到,我们要讲,让人民知道。 总统说,就是因为立委很会讲话,还有立委直接点赢律师出身的庄瑞雄一定最会讲。 图TVBS 立委,您,庄瑞雄,如果言之有误,我相信观众就会觉得你有料,你如果去那边出球,不过应该是比较不会啦。 严下之意是暗指自己很会讲吗?只是高平立委难被登播,加上选区事务繁忙,也不是每个委员都能抽身上节目。 立委,每个立委,因为他的时间很有限,所以每个人选择不一样,通常像中南部委员会花比较多时间回到选区去经营,当然比较都会行立委,比较有办法来上节目。 图TVBS 有的立委,有的立委也私下坦言面对镜头反而不太会说话,倒是这位节目的熟面孔对政论生态很熟悉。 立委,您,黄韦哲,基本上都会腰的只要口调OK。这部分只能说谢谢大家的厚爱。 最主要的考量是收视率,有收视率只要谈的OK,我想应该都会成为被邀请的对象。 选战信逼,绿营派自家立委上战场,总统还喊出13个执政县市一定要连任,看来绿委们压力不小。 更多。 更多。TVBS报道,公司法判三毒。蓝绿拍板SOGO按不回溯。 。 找到当事人了。 绿委,有人篡改军改资料。 张荣卫7月10日入监。 船票送到张家拒收。